欢迎回来 前纽约时报签约摄影师 纪录片制作人杜斌 5月31日失踪后 目前证实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受到国际高度关注 杜斌被捕后 他曾经出版的多本书籍 包括天安门屠杀在香港热卖 几乎被抢购一空 记录码三家的纪录片 小鬼头上的女人 就在这里香港1908书首映 但没想到导演杜斌回到北京之后 不久就被中共秘密拘捕 而他被拘捕的消息传出后 有关杜斌的书籍立刻成为畅销书籍 几乎被抢购一空 因为杜斌曾经到访的缘故 除新书天安门屠杀之外 1908书屋的所有杜斌书籍 都有杜斌的亲笔签名 特别热卖 有顾客来店要买其所有杜斌的书 目前他出版的九种书籍 仅剩下少量的毛主席的炼狱 爱神 毛泽东的人肉政权 关注六四议题的杜斌好友蔡树芳 很遗憾未能买到天安门屠杀 他说 最近看了新唐人评论员石涛 专访杜斌的访问 让他非常感动 他说的很感动我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不是牲畜啊 我们是人啊 他只是坚持着我要对得起我的下一代 我要对得起我见过的东西 我遇见的人 他对杜斌被捕深感痛心 呼吁各界努力营救杜斌 杜斌做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工作 然后他就是因为这个纪录片跟这本书 就得罪了中共政权 如果我们允许这个政权是消灭良心消灭人 然后也消灭证据的话 然后我们就等于活在一个鬼的地方 一个地狱的地方 另外 杜斌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 目前在YouTube上的点击率已经过万 不少观众纷纷在网页留言 表示对杜斌的支持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